好,歡迎大家收看玩具日記 我是Casper 之前在日本拍賣的網站 逼了一些玩具回來 開給大家看看是甚麼來的 先開了 好 看看是甚麼來的 這是兔在手指上玩的玩具 這是Tokemon來的 寵物小精靈 有這隻 甚麼是鬼 總之是很陰心恐怖的 一隻 寵物小精靈 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很漂亮 所以我就返回來了 開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比加超 然後有這隻 我也忘記了甚麼名字 不過我以前 我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 很喜歡玩Pokemon 每天追 簡直是玩到 晚上睡覺 躲在皮鬥裡面 以前那些 GBA Gameboy 那時候玩 有一部Pokemon版的Gameboy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那時候沒有燈的 相機 就是 黑黑黑的看不到 就會插眼 外置燈 很個人 遲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相機可以 這隻 還有這隻 這隻 透透明紫色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放一些透明版的 模型 那我就 買了它回來 那這隻 比加超 蠻漂亮 透明的 以前小時候 就這樣 套在手指上玩 對 那 這次買了三隻 比加超 都是任天堂出品 那 就1993年的 就是 Made in China 那這隻 看看 那這隻 就是2009年 都是Made in China 都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然後這隻 就是 這隻 就是 早一點 1997年 都是Made in China 都是Made in China 都是Made in China 那 這次 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Like 或者分享我的影片 那 就 多謝大家收看 玩具日期 還有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就這樣 拜拜 請訂閱我的朋友 按照它 加入一些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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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